叶景川先生 您愿意娶乔婉宁小姐为妻吗 他不会是姐 我反对这场婚礼 他竟然生过小野种 他竟然有八个男朋友 这不是妥妥的骗婚吗 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你真是看错了他 景川 乔婉宁他真的生过小野种 夫妻可以却馋 你相信我 你必须不可以 马上给我修了他 你真叫我恶心 离婚吧 上台去扫大街 这辈子再也别让我看到他 找到了 好消息 我找到妈咪了 在哪 乔婉宁下了你的狗眼 知道老娘的车有多贵吗 转坏了你呸得起吗 我在这扫地 是你先撞过来的 刚刚未来的少门主 不然你找死 你们干什么呀 干什么 当然是像蝼蚁一样 把你踩在脚下了 沈欣欣 上门主 罚我过来扫大街 我风春雨淋 从未通了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 放 你想的没 就一点一点的折磨你 让你生不如死 沈欣欣 你正是亲人不得好死 对了 下个月 我和景川哥哥就要结婚了 谢谢姐姐 把这么好的男人让给我 真脏 乔婉宁那个小骚货赏你了 生过孩子 身杂还这么好 这漂亮的小脸蛋 可怜的小眼神 看得老子都有点心疼了 请抱 请抱 呼叫大宝 妈咪就在被人欺负 请送到海城郊外 救妈咪 姐姐收到 爹爹 妈咪受难 孩儿下山了 这小娃跑这么快 竹梦 跟着你小师弟 是 不愧是曾经少门主的夫人 好香 妈咪 attendance 比如说 你这是什么 张旗梦 好 pasó 你是谁 你是谁 我乃娇妙风天师关门逆子 瞧急急 妈咪 大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 你是 我是你的大宝 瞧急急 你是我的孩子 我真是孩子 急急 以护送妈咪平安到家 任务圆满完成 耶 妈咪安全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撮合爹地和妈咪呢 去评书吧 八年前 到底是谁 当年我终于了被人追杀 淘尽重力 做我的解药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会对你负责的 这一人你到底在哪里 前少夫人给您写了一封情书 这个贱女人 还不死心 小王宁 给我写情书 你也配 我没有 自己看 这么久了 还想做回你的少夫人 还不死心 你也配 其实是心妄想的 我就是个小大街的 那配得上上门怎么样 我清除自己的身份 你不用过来亲近 熊 你知道就好 你再纠缠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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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告诉我 为什么叫我爹 爹地 爹地 你就是我爹地 很香吧 求你啊 从日子到现在 你上过这床吧 性感带着你的野种来和我 他不是野种 这孩子 可能太想要个爹了 找你的野男人喊爹去 找我干什么 我才不是什么小野种 妈咪 谢谢你 盛文主 我看那孩子 长得跟您真的很像 你想说什么 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当年在桃花村救你的女人 就是前少夫人 救你 跟我走 你怎么会叫 你就是什么勾引男人的吧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 这不就有你警罢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句话不是应该我问你吗 你应该知道 以我的势力 还你和你的野种 我前期 你不整管他们 那我问你 九年前 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桃花村的地方 那你认识他吗 我怎么会见过你的东西 难道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是你的孩子 你不知道跟哪个男人生的 我在你 就这么想见 你说的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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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几近 到底是谁的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 我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妈 你看 这不会真的是叶锦川的孩子吧 长得也太像了 怎么可能 当年我明明把四个孩子丢到四个绝境里 连根草都不长的地方 怎么可能活下来 妈 怎么办 要是要锦川哥知道了亲生儿子还活着 那个女人会不会麻雀变凤凰 别慌 我已经想要了她的鸡 至于孩子们活着就活着 大不了 再让她死 妈 你打算怎么做 这天底下 竟然有这么可爱的孩子 这个孩子 这要是我们叶家的孩子 该多好 奶奶 可爱 其实啊 其实啊 你可能真的有虫孙子了 你说什么 这孩子怎么跟锦川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 是啊 这孩子都会来说 简直太像了 不行 我们叶家的骨肉 绝不允许流落在外 奶奶放心 如果这真是景川哥哥的孩子 星星一定把他带回来 只是乔婉宁 那个骗子 即使他真的生下了景川的孩子 也绝不允许再进我们叶家的门 星星你放心 奶奶给你做主 叶家孙媳妇的位置只能是你的 一吉大哥 妈咪被笨蛋爹爹关起来了 你快去救妈咪啊 可恶 快去通报叶景川 就说乔爷爷来了 叶 叶美妇 有个小孩盖翻了整个保镖团 他还自称乔爷爷 爹地 爹地 是你啊 你是哪来的野孩子 见到有钱人就喊爹 有娘生没娘眼 你才是野孩子 你全家都是野孩子 你 你就是乔婉宁 跟外面那个野男人生的野种吧 乔婉宁这个女人还真是不要脸 为了上位 专门找个野种过来认识 爹地 你得去医院看看眼睛了 你看看你 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小野种 说 你到底来干什么 今天 乔爷爷来 有三件事 第一 舅妈 第二 认爹 第三 揍你 你这小家伙 口气倒是不行 就凭你 就凭我 你想怎么进去吧 你开个价 一万 一万 你拿得出来一块吗 我出一百万 你这小屁孩 拿得出来一百万吗 我妈可是无价之宝 一百万都是少的 妈妈是个骗子 儿子从小就会吹牛 小屁孩 你知道一百万是什么概念 落起来比你都高 你信不信一会儿就有人来给我送银行卡 你以为这是临时代理的小卡片 这里不是游乐场 别在这里撒野 滚出去 就是 你是在逗我乐吗 景川哥哥 难道你还要跟这个小野种 继续玩下去吗 他肯定是乔婉宁 派来骗钱的呀 好啊 那我们等着 钱马上就来了 我数三个数 三 二 小野种 一百万 可不是大风刮来的 一 我说会有人来给我送钱吧 不过是张破卡 肯定没有一百万 刷卡 钱不够怎么办 钱不够 我就叫你们在场的人一生爷爷 要是钱够了 你们都得叫我一生爷爷 怎么样 一言为定 我卡 什么 真有一百万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有债啊 是啊 盛门主 就算是彩礼两百万 一分勤不划 乔家破产后 你全都赔光了 这些年 他家也没有什么产业 怎么能拿一百万 放心 我很清楚 乔婉宁那女人的账户里 一万块钱都没有 到账 一百万 元 这怕不是手机铃声吧 够了 乔婉宁带上来 妈咪 大宝 对了 你们没叫我爷爷呢 你们 都喊到爷爷 胡闹 哪有儿子 让爸爸叫爷爷的 我的小乖孙啊 他奶奶 恭喜叶老夫人 祖孙相认 恭喜叶老夫人 祖孙相认 这孩子是不是景川哥哥的 还不一定呢 放心 亲子鉴定报告 马上就出来了 这是最新的亲子鉴定报告 妈 您打算怎么做 立马迈通本事 所有金银件 此后 让小野种 无法认得归宗 变成真正的小野种 这鉴定书一定是假的 我就是爹地的孩子 小婉娘 乔吉吉到底是谁的孩子 爹地 一定是这个坏女人导鬼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你 啊 乔宏林 建立书都挨在这儿了 你还撞 你说呀 说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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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你想说什么 景川 我想起来了 我去过桃花村 孩子就是你的 啊 那你为什么这些妨人 现在又成人 我失忆了 我不记得了 失忆 搞得编得出来 景川哥哥 这个女人翻来覆去 就是在耍你 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还不快给我回家 乔乔的脸都快被你丢光了 走 不许抓我妈咪 你放开他 大夫 原来你真的是我的孩子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我自己会走 赵赵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盯着点吗 这么快拆穿他 就不好玩了 游戏才刚刚开始呢 况且 我们的目标 是要帮妈咪追回爹地 你打算怎么做 吉吉大哥 你只要保护好妈咪就好了 剩下的事 交给我 乔婉娘 你也老大不小了 妈给你说了一桩婚事 成都的王瘸子都死了老婆 家里有千万资产 配你 绰绰有余啊 妈 王瘸子都快六十了 她还虐死了三人老婆 你怎么能让我嫁过去呢 乔婉娘 你别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你还有点姿色 人家王瘸子怎么能看上你 姐 你现在啊 好歹还能卖个二十万 等过段时间你人老色衰了 五块钱都卖不出去 妈 我是人不是货物 你怎么能把我卖了呢 卖你怎么了 炸的就是你 省余的一点价值 你们当初不是拿了叶家两百万彩礼 看得无业也得有个度吧 你要是赶不价 我就杀了你那个小野种 你敢 看我敢不敢 是红杉 想搞这积极的安全 你别碰他 我答应你 好啊 你明天去试试婚纱 王瘸子会在婚纱店门口等着你去呢 喂 沈小姐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做了 您答应我的钱 没想到 我居然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 婉宁姐 这么巧 别叫我姐 我跟你很熟吗 我听说 你是要嫁给一个六十岁的老瘸子的 你老公人呢 你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沈兮兮 你还是这么歹毒 闭嘴吧你 你不是要是婚纱吗 赶紧试 就是我设计的 你敢打我 穿上 穿上这个 你才能配上你的王瘸子 王瘸子 叶靖川 孩子真的是你的吗 闭嘴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你的小野种了 你不相信我 那个坚定报告一定是有问题的 穿上 否则我把你那个野种 丢去海里喂羽 我 这一段夜绝望着这 孩子明明就是他的 到底是他出了别人 我这是在做什么 是女人一次又一次的见到我 我只能希望穿上婚纱 是女人 是可爱的 景川哥哥 你不要生气嘛 你再帮我挑一挑 看看哪一件最适合我 9 1 2 2 2 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花醒了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要干什么 来来来 我们继续划划拳 谁赢了 谁就可以在猪花身上扔取一个东西 哥俩好啊 无亏手啊 你赢了啊 你赢了 人我就不要了啊 我就要他胸前那一对小兔子 行不行 行啊 我只要这个了 救命啊 我喊几声 反正你已经被卖了 你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是真在的 你男人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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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了他 臭娘们 你敢闹我手气 你不想活了 警报警报 呼叫大宝 请速到海盛家外救妈咪 妈咪 等我 放开我 妈咪 小师弟 你先撤 这三个人交给我 谢谢褚慕师姐 褚慕师姐怎么把妈咪也一起带走了 难道这是老四的什么计划 赵赵 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放心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跟着去看看 假如你错过英雄救美 上门主前期被三个歹徒领悟的视频 就会成为明天的头条 四鹤 被击 四鹤 探查 是 探测仪显示 五百米内有三个人 一个是少夫人 一个是带族 还有一个是 是哪个王八蛋 他不是王八蛋 这是小祖宗 巧万年 你又涉及我 既然你用心良苦 那我就如你所愿 在这儿等我 是 站住 站住 大美妞 你别跑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是 是 叶景川 真的是你 当然是我 小妞娘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诱人啊 我腿软 你受伤了 太不过以为 我已经包一套了 但是 你不准头看 眼睛闭上 你刚不是腿软的走不路了吗 想逃了 你真是不放弃 你一开始 你引我来这个地方 勾起我的回忆 想旧情复燃 让我再娶你一次 我要说 这一切都是巧合 你信吗 那你认得她吗 这不是我以前 随身携带的小兔子吗 真的是吗 少门主 查过 所有歹徒都是群眼 乔妞娘 我不喜欢被设计 我设计你啊 不会拿我自己的生命安全 开玩笑吗 乔妞娘 别白费心机了 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 根本进不了叶家 叶景川 所以你还是要选择沈希希 跟她结婚对吗 没错 好 那以后我们桥归桥 陆归入 你又干什么 我送你去医院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快看爹地妈咪的美照 干得漂亮 老四 老四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主牧师姐 给你一个任务 以确保让爹地 英雄救美的计划 完美进行 赵赵琴指示 我妈咪被劫持了 你立刻去干掉坏人 换上群眼 以确保人员安全 明白 你们三个假扮他们 戏被眼砸了 是 楚牧师姐 让群年老大 把我妈咪带去桃花村 爹地妈咪被我设计了 是所有人都被你设计了 老四 你竟然连我都算计 书上说 男人在成为女人英雄的那一刻 会把那个弱小的女人 视为自己的肋骨 希望爹地这一次 不要让我失望哦 最后爹地还是误会妈咪了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我也不会好心办坏事 别着急 爹地妈咪要是不喜欢 才不会亲亲了 那我先去医院照顾妈咪了 爸 我去回 这张东西 门主府的婚约是说退就能退的吗 没有沈烈 哪来编程的安宁 门主大人 堂主沈烈已平息编程战乱 过几日便会看徐贵来 参加少门主和沈小姐的婚礼 好 金川 婚事就这么定了 再说 亲自鉴定也做了 那孩子确实不是你的种 你是打算要替别人养孩子吗 妈咪 爹地要跟那个坏女人结婚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妈咪 其实我听说 爹地和爷爷吵了一架 爹地心里有你 有我们呀 你一定要夺回属于你的一切 不行啊 一堆宝安 我们根本进不去啊 妈咪 大宝是妈咪 最坚强的后盾 原来 我大宝是爵士高手 好 半年前 沈细细破坏我的婚礼 这次 我一定要让她尝尝 失去一切的滋味 对 把爹地抢回来 他是你的 妈咪 那我们风风光光去现场 抢婚 好的妈咪 我先去准备礼服 我女儿穿上这条婚纱 真是美呆了 妈 景川哥哥是女儿 等了十几年的男人 女儿一定要以最美的样子 出现在婚礼上 当然了 妈 乔万宁的那个小野种 几次三番破坏我的计划 这次 我得防一手 正好 你三就从边城凯旋归来 亲自去迎接一下 好 有堂主坐镇 我还担心什么 恭迎三就凯旋归来 好 三就 你可得为我做主 还有人居然敢欺负我外甥女 谁 就是叶景川那个前妻乔婉宁 还有她那个特别顽利的小野种 我担心他们前来闹婚 我这次回来 就是因为身后有一位超级大老友登场 他就是你三舅的师父 三舅都已经是神话了 三舅的师父该是怎样恐怖的存在 你很快就能看到了 虽然有三舅助针 但那个小野种要是真来闹婚 也够玩意 小五 我要让乔万宁那个小戒人变成植物人 二十七传最后一针 补充营养 妈咪 礼服已经准备好了 妈咪 你怎么了 医生 护士 病人目前已经变成植物人了 很抱歉 我们已经见了你了 不 妈咪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你快醒过来 姐姐大哥 请问新郎叶炯川先生 你愿意娶沈兮兮小姐为妻吗 我 他不愿意 沈兮兮 我要把你的主持 变成我的主持 不是给吃过什么吗 快 拦住他们 妈咪 威武 乔万宁 你竟然敢抢我未婚妇 沈兮兮 我警告你 立刻取消婚约 这是我女儿沈兮兮 和少门主的结婚宴 你个气负 凭什么闯家 抢我女儿的没有婚妇 我再说一遍 立即取消婚约 别逼我动手 你动手一个试试 你家子求必 这里每一样物件 都价值几十万 你不小心打碎一个 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 砸不砸东西 看我心情 但人 我拆电 你瞧爷爷在此 你个坏女人 你长得这么丑 你配得上我爹地吗 你个小杂种 你再说一遍 要不你拿面镜子照着 哪里来的凶孩子 这么没教育 他就是乔婉宁和野男人 生的野种吧 我三舅和最牛逼的神秘大佬 马上就要到了 看你还能威风多久 我乔吉吉 就是那个神秘大佬 你三舅见了我 也得下跪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 叫我一声姑奶奶我就信了 神堂主到 谁在口出狂言 三舅 您来得正好 就是这个乳性未干的小屁孩 他说 不仅要搅换我的婚礼 还说 您见了他都得下跪 徒儿 你见了师父 为何不下跪 三爹 你来得正好 快快 帮我教训这小屠崽子 三舅 你当我妈干嘛呀 是不是气糊涂了呀 你快让他们下跪 给我们道歉呀 红尔拜见师父 师父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乔吉吉就是我沈烈的师父 对不起师父 徒儿不该直呼您的名讳 徒儿该死 徒儿 立即叫沈家和叶家解除婚约 取消今晚的婚礼 因为爹地是我妈咪的 姐 希希 婚礼还是取消吧 不 我不会取消的 乔婉宁 你生野种那是事实 你凭什么跟我抢男人 对 这一点千真万确 有据可查 我对天发誓 孩子是叶景川的 三舅 我是您的亲外生女儿 您得帮我呀 师父 请恕徒儿不孝 徒儿可以为你出生入死 但是这一次 为了我的亲外生女儿 我占她 好啊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么我就不是你师父了 不是就不是吧 当断则断 就凭我们三个 未必不是你的对手 是啊 唐主加上两个战将 怎么可能打不过你一个乳酬未干的小屁孩 大宝 你有把握打得过他们吗 妈咪 你就放心吧 看我的 你 徒儿 你不知道吧 其实我只教了你 一成武功而已 我也留了一手啊 我背后还有一个比你厉害一百倍的大佬 就算是你的师父 也要净他三分 他 就是今天晚上的终极大佬 有请 这么像 那个小女孩怎么那么像那个小明星乔星星呢 肯定不是乔星星 乔星星这会在世界寻回演出呢 你又是从哪来的熊孩子 来这里挡什么乱 滚出去 你三舅见了我都得下跪 我看该滚出去的人 是你 小小年纪 你还反了不成 三舅 你又打我做什么呀 他不就是一个没有教育的小丫子骗子吗 神医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徒儿 请我来 有何事 徒儿希望神医师父 为我的亲外生女儿做主 把乔婉宁和这个小野种赶出去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老东西 好啊 谢师父 小神医 你是不是扎错人了呀 三妹 你有没有想哥哥呀 想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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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个 是龙凤台 等等 还有一个 三妹 难道还有一个 三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四个里面活下来三个 怎么可能 妈咪 你不会也是我的孩子吧 是的 妈咪 我生下来就被人丢在野外 幸好神医师父经过救了我 对不起 是妈咪没保护好你 不怪你 妈咪 妈咪 你之前被人下毒 变成植物人 是三妹把你救回来的 赵赵 妈咪被弄成植物人了 叶叶 三姐已经一种回来了 叶叶大哥 三妹 你终于回来了 原来是这样 是你给我下的毒 不是我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 那个女护士已经招了 什么女护士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女护士 爹爹 就是那个坏女人下毒 要不是三妹及时出手 妈咪早就变成植物人了 是你干的 不是我 我没有 他们才是小野种 景川哥哥 你为什么要维护他们呀 谎话说多了 自己都信了吧 我再说最后一遍 孩子都是叶景川的 他们不是野种 景川 这回 你是谁 爹爹 相信妈咪 我们是你的孩子 我反对这场婚礼 乔万宁他真的生过野种 不信可以去查 你真叫我恶心 离婚吧 景川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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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才是一起长大的呀 我才是你的白月光呀 放开 你们在干什么 爸 你得救我呀 你得救我呀 千万不能让乔万宁这贱人 把景川哥哥给抢走呀 逆子 你要是撇下西西和这个女人走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还有老身的尸体 景川哥哥 逆子 还不快过来 孙子 你别犯糊涂呀 快过来 弟弟 西西他才是你的正缘啊 爹地妈咪才是和我们一个小家庭 想拆散我们的人 全都是恶人 景川 景川 孩子真的都是你的 景川 爹地好帅 站住 今天你要是迈出这扇门 就不再是扇门主 扇门主 你别忘了 我们沈家才是你大金库 烫了点 沈西西小姐 你盛行一宗下毒案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是我干的 妈 妈救我 你们放多女儿 你们 安心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么多年 你就 住这么个小破平房啊 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可以走了 走 嗨你 你这女人 把我从婚礼上拐过来 不应该 做点什么吗 感情在你眼里 我们这是私奔啊 想来仗啊 还没开始呢 怎么就叫上了 没有 不是 这么多年 有没有想我 怎么了 你是觉得 这么多年 我没有别的男人啊 有啊 梦里有 这房子隔音差 孩子们都在呢 你干什么呀 你 我带三妹去吃东西了 爹地妈咪 你们继续哦 这该死的小东西 就你从哪冒出来的 妈 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可消停点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保释出来 那难道 就眼睁睁地看着景川哥哥 被那边的贱女人给抢走吗 怎么可能 刚好 你二舅也从边城回来 他 一定有办法 二舅 我的结婚宴 被那个贱女人给毁了 你一定要帮我做主 这件事情 我已经听说过了 敢这样损毁 我们沈家的名声 简直是胆大包天 放心 我会让他加倍奉还的 二舅 你不是上亲 那位大人物的走护法吗 你一定有办法对付他们 正好 这位大人物找到了 他在世的一位亲人 要举办一场认清业 并且要确定一笔 五十亿遗产归室问题 五十亿 门主大人 送去上京的那位大人物的礼物 给退回来了 什么 看来非我亲自去一趟不可 爸 您找我 你还认我这吧 爸 那沈欣欣绝非两配 我不想跟你吵 让我去上京 去见那位大人物 请求那位大人物 同意你接替我门主之位 然后 去沈家之女 哇 你现在是在跟我谈交易 现在是个好机会 那位大人物即将举行一场认清宴 假如我们能入局并送上大礼 那么你既成门主之事 便指日可待 好 我随你去上京 没错 就是五十亿 爱满人间基金会 秋恒老先生的巨额遗产 这位大人物表示 他分文不取 要留给秋恒老先生 唯一在世的亲外孙女 那位亲人是谁啊 这跟乔婉宁那个贱女人 有什么关系啊 我听说老先生唯一在世的亲外孙女 就在海城乔家 乔家 不会正好是那个贱人吧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是乔祖旺家的女儿 但具体是哪一个 我就不清楚了 我懂了 乔馨妹 给你一个一夜暴富的机会 妈妈不行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妈妈 你一定会老起来的 乔乔 把这块玉米不关好 它跟我的绅士有关 一定不能拥掉 知道吗 妈妈 难道 我真的有个非常有钱的亲外公 在上京啊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小贱人 想独吞遗产是不是 我外公的财产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和你爸爸营养大 你居然说和我们没关系 幸亏当初我听到了你那个老病妈妈的临终遗言 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这块玉佩这么有用 妈 跟这个白眼狼有什么废话 咱们走 你把东西都还给我 你拉我干什么呀 你帮我追人 追什么人呢 我找你还有更重要的事 那你赶紧说 我正是邀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去上京献一个大人物 参加一场宴会 他们抢走玉佩 一定是去上京冒名顶替我 好啊 我跟你去 这么爽快 你答应我做我女朋友了 别 这是临时的 好啊 临时就临时 只要是女朋友就行 海城门主夜宵夜大人 背上厚礼一份 恭贺店主寻亲成功 这么巧啊 你们也在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看看 你们是怎么冒名顶替我 你 妈 干什么 吵什么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是这个冒牌货 来啊 把这个冒牌都扔出去 我就说这女人是灾性 居然得罪了大人物 别怕 闯了祸 往我身后站 可是我才是他们要找的继承人 闭嘴 你还敢胡说八道 你要害死我们呀 别怕 有我在 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继承人 你到现在都不相信我说的 在你眼里 我就不配有这样的身份吗 我不管你是不是继承人 我都会给你一些最好的 乔婉宁 你就不配拥有好东西 你就只配一辈子拿着扫把的扫把 行 你敢打我 好嚣张的女人 把她给我灭了 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 店主套 都给我出手 小玉 你可真行 我跟你弟妹都差点被人欺负了 玉妹 你不是已经把她休了吗 她现在是我女朋友 怎么 你把她抛弃了 现在又成你的女朋友了 我 我还以为你们兄弟情有多深呢 原来是互相瞧不起啊 我跟我兄弟说话 还轮不着一个外人来插嘴 店主 您打错了 她是秋恒先生的亲外孙女 你确定 律师信还有玉佩都确认无误 他们才是冒牌货 我才是秋莉的女儿 是吗 你有何凭证啊 我的律师信还有玉佩 被他们给抢走了 乔婉宁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看是平时太惯着你了 竟然敢冒充秋恒老先生的外孙女 还敢冒连五十亿的遗产 我看你是疯了 我才不是你的女儿 她才 闭嘴 你们两个当这里是菜市场吗 你们到底谁才是秋恒老先生的亲外孙女 我会亲自验证 神医 许玉佩 嗯 乔婉宁 你要害死我们叶家吗 婉宁 你别慌 有我在呢 诸位 这块玉佩乃是秋家的祖传玉佩 只要是秋家的血脉 滴上去便会显现出特殊纹路 你们两个谁先来 他不是口口声声 说是秋家的血脉吗 让他先来 好 我去 我去 怎么会没反应 我就说他是个冒牌货吧 一个扫大街的垃圾女 怎么可能是千金之躯 乔婉宁 你把我们叶家害惨了 爸 爸 我的女人 就算犯错 我说是什么 也轮不到别人来教训 蜜子 来呀 把这个冒牌货拉出去砍了 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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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群蠢货 你的亲生女儿到底是哪一个 是他 是他 你还装 你亲生女儿就要死了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这玉佩一定有问题 被人掉包了 有人 这玉佩有问题 叔 你把我妈妈玉佩弄哪儿去了 什么玉佩 我不知道 你还装 有请今晚真正的大人物 他才是验证谁是邱家继承人的大杀器 没错 他就是一位拥有火眼金睛的大神 宇宙超级无敌小店主赵赵大人到 吉进 不对 赵赵 你也是我的孩子 我念 你到底给我生了多少孩子 你不过是个小屁孩 有本事 辨辨谁是凤凰 谁是鸡 你什么东西 也敢对小店主无礼 妈咪 我终于见到你了 今晚的任亲业就是我专门为你设下的 是啊 除了今天您和老爷相认 也是你们母子相认 妈咪 是第几个 爹地 我是四宝 乔赵赵 我早该想到 几星高赵 应该是龙凤四宝胎 乔婉宁 这又是你的小野种啊 你当我妈干什么 我跟你拼了 你当我干什么 我们不是一伙的吗 谁跟你是一伙的 胡说八道 我不服 这个小屁孩 有本事 就杀了我呀 好 那我满足你 魔王们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乔欣卫是乔祖望与曹月娥的女儿 二十七年前 生于海长红凤路妇产科医院 乔婉宁是丘梨和唐主楚京的女儿 多年前楚京被人陷害 与丘梨失散 当时已怀孕的丘梨被乔家人控制 楚京寻至乔家 却被告知一尸两命 原来 这就是我爸的照片 这都是他死去的爸爸干的 是他一世财迷心跳 也不关我的事 这都是他们两个老不死的东西 贪财 贪色 害怕姐姐当摇钱树 要不是你们恶意阻拦 我们一家人也不会分离 到死都见不到面 这些年 我妈咪受尽了乔家人的欺负 请就义正法 倾心通气 带下去 诈骗了五十亿 够他们在司察所待一辈子 Game over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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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竹 看在我跟随了您多年的份上 能不能饶我一命 让我高老还行 背叛了我 你还好意思告老原香啊 既然自飞无中 那就留你一命 带下去 从此以后 他不再是大殿之人 是电竹 傻子 今天晚上发生在这里的事 你们谁敢透露 傻无赦 电竹 果然 你才是秋里与楚京堂主的亲生女儿 我的养父 秋衡老先生的亲外孙女 也是五十亿遗产的继承人 不过 这个男人 他可保护不了你 小伯 你来跟我吧 啊 什么意思 我宣布 册封乔婉宁小姐为 店主夫人 不行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气你如壁鲁 你经历风吹雨淋 受尽屈辱 这样子你们跟他呀 小月 看来你是想跟我决斗了 我是很容易切磋了 请 请 你们 爹地加油 爹地加油 教掌 你到底帮谁啊 两个都是爸爸 公平竞争了 你这孩子躺慢点 别被他们伤到了 你这孩子躺慢点 别被他们伤到了 小姐 老爷情况不太好 你快去见最后一面吧 快带我去 游进灯窟 已是回天无力了呀 对不起啊外公 我来晚了 妈咪 我可以救他外公 开什么玩笑 夸只是个孩子啊 九恒老先生 寿中正经 不要说我救不了 就是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 小孩子 胡闹什么 你谁啊 你救不了 别人就一定救不了吗 说他无礼 这位可是名医赵扁鹊 我管他什么名医 在我眼里 救不了 就是用医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口出狂言 这么没教你 我的孩子 你有意见 小姐 是我执言 就算是您的孩子 也不能这样啊 再耽搁下去 他外公就真的没救了 老板 再耽搁下去 他外公就真的没救了 老板 老板 你醒了 我是丑梨的女儿 我来看你 看外公好 好 怎么可能 薄桥活了 还延长了十年寿命 老板 您终于醒了 敢问高人 尊姓大名 玄父 你就是神医世家的玄鹤小神医 请受老妇一拜 看外公 您活了 五十亿遗产 是不是就没了 对不起 小孩不会说话 你好紧 你好紧 遗产是没了 哎呀 外公活着就救了 哎呀 哎呀 老妻家 老女士这些改成赠予 哦 看外公吉祥 离她远点儿 你娶了她 你凭什么不珍惜她 叶景川 我才发现你是这么混蛋的一个人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我的女人的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事情 你输了 小语 我警告你 以后离婉宁远点儿 好的 我投降 但是 瞧婉宁我迟早抢回来 你输了 你没机会了 赵赵 我是你的亲生爹地 对不对 爹地 你应该再拿这个 做一次亲子坚定 不用 爹地相信你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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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委屈了 你害我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啊 可我妈咪多了一个用生命守护她的男人 警民啊 真是人小鬼的 之前爹地那么对妈咪受点惩罚也是应该的 但愿她能毁悟吧 爹地 你说实话 刚才决斗 你是不是让着我爹地了 这个嘛 是秘密 超妮 你真的打算带着我的四个孩子嫁给萧玉啊 我不介意于整个上京为敌 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她好吧 你知不知道萧玉已经结婚了 你嫁过去当二方啊 哦 不过那个男人还挺帅的 垫出来 多少女人的梦想 她帅还是我帅 当然是 你帅了 你比她帅十倍 一百倍 有一次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你早干嘛去了 有些宝盘我会赎罪的 你有什么赎罪啊 用爱 好 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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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我决斗的样子很帅 但小宇说得对 我不能告诉你去了 没发生过 有 小宇 小宇 千万年去哪儿了 带着孩子回海城了 近日 天险印象 海城平岳湾上空 龙气蒸腾 专家推测 恐是千年龙脉苏醒 位于该区域的四座龙脉山庄 将隆重上架拍卖 你觉得 如何让一个女人感受到被宠爱 怕了 挺一个单身狗 做什么 少门主是想和少夫人复婚吧 不如拍下龙脉山庄 表示一下您的诚意 好主意 去拍卖会 我要拍下龙脉山庄 你接替妈咪过婚房 是 景川哥哥 假如我拍下一座龙脉山庄送给你 我就不信你会补东西 大宝 三宝 四宝 妈咪好不容易跟你们相聚 我想给你们一个家 那我们去把龙脉山庄拍下来 好不好好 好 就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二宝 妈咪很快就能见到二宝 目前拍卖会热度持续上涨 拍卖会入场券以一千万的天价 被一位神秘大佬捏在手里 神秘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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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教这一生本事都是拜他所赐 那他岂不是就是您的师父 他就是沈唐的再造人师 爱佛 财卖会入场券 悬在我手里 到了会场 直接领取即可 这位大师这么神秘 可否让我先见识一下他的龙山真面目 我瞒你说 这位大人物至今没有人见过 好了 进去吧 穷逼还敢来拍卖会呢 谁是野鸡 谁是凤 一会儿自然间分晓 你捧我什么 一个野鸡 在上京还不是被别人给赶出来了 你不是跟我弟弟私奔了吗 怎么没看他跟你在一起 景川哥哥只是把他当成玩物吧 野鸡毕竟是野鸡 飞不上这座当货 可惜呀 你的景川哥哥已经被我给甩了 是景川哥哥把你给甩了吧 这么说你们刚才搬就分手了 令人没魅力呀 可留不住呢 就算分手 也轮不到你这座 本次拍卖会 本次拍卖会进入第一个流程 分发入场券 除了他 除了他 其他人 人手一招 凭什么 你个小屁孩冲什么大了 本大了就是拍卖会的会长 笑话 你又不是用来吹的 那我大舅来了 看我不搬了你的皮 星盘大师审堂到 大舅 你来的正好 这个小骗子说他就是本次拍卖会的会长 有人专程给我送来了入场券 果然就是个小骗子 尽管骂我 一会就让你坚实到我的厉害 这位美丽的女士给你一张入场券 谢谢你 这么可爱的小孩是谁家的宝贝 拍卖会过后会自然计详 领到入场券的各位贵宾 可以开始入场 大舅 这怎么回事 等一下 入场券 是假的 入场券是真的 小丫头 你要是废话的话 我就跟你信 好啊 你要是废话的话 我就跟你信 好啊 爱图 为师已经让本次拍卖会会长 带入场券兼斥了 带入场券兼斥了 会长 找了会长秩序 等着被赶出去吧 你给我闭嘴 会长 我们有眼无珠 对不住啊 大舅 他真的是会长 他就是神秘家族的附加秦金 看 刚才是谁说要跟我信 小堂子 这 我的大宝 三宝 四宝 都这么厉害了 那这个厉害的女孩不会是我的二宝吗 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 首先拍出的是这件 玲珑剔透的白玉挂件 起拍价十万 每次加价五万起 我一定要拍回来 幸好我这乔欣妹换了快假月 如今只有乔婉 二十万 一百万 一千万 上金那五十亿遗产 千万您没有拿到吧 放心吧 我调查过了 他没有拿到 不过还是要小心他那些勇气的小野兆 还有没有更高的了 一千万一次 两千万 这可以最多值五百 好好两千万 亏大了 希希 你冲动了 两千万一次 两千万 三千万 疯了 出三千万 五千万通知妈咪 那块鱼是假的 好 这次一定要让沈希希 拍下一块验体 八千万 妈咪怎么不看信息 九千万 一个亿 两个亿 两亿一次 两亿两次 还有更高的吗 两亿 成交 恭喜沈希希小姐拍得我们第一件拍屏 沈小姐 真是有钱 区区一块五万笔烟品 值得你出两个亿购吧 沈家的小姐 大傻子 大傻子吗 为什么 他对你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吗 很好 给我放个假消息出去 就说邱家的玉佩已流入拍卖市场 是 不好意思 我刚刚看错了 这一块不是我妈妈留给我 你耍我 耍我 耍你又怎么 要不是你心思歹毒又怎么会被我耍 你 胡闹什么 坐下 我们的目标是龙脉山庄 不要在小市场纠缠 哎 妈咪怎么会发现那个玉佩是假的 所以妈咪是故意与沈希希上钩的 咱们的妈咪变聪明了 接下来要拍出的 才是这次拍卖会的重中之重 龙脉山庄 小门主夜宅 翻到 龙脉山庄我势在地图 各位如果是想跟我讲 那就是跟整个门主作对 请少门主入座 下面要拍出的 是最近被盛传龙脉苏醒 被炒得火热的龙脉山庄 自作庄园皆有可能是真正的龙脉山庄 起拍价一个一 最低价价不得低于一千万 我宣布新的规则 可以要求电脑去掉错误答案 也可以求助亲友团 谁先来做个初步判断呢 我先来 我请求电脑去掉两个错误答案 电脑提示 错误答案二号三号 接下来我想求助我的大就 星盘大师沈唐 连星盘大师沈唐都来了 这次肯定错不了了 一号我断定一号就是龙脉山庄 一号庄园 一点一一一号庄园 有没有人跟 大师说的话我肯定是信的 一点五亿 两亿 十亿 十个亿 火箭也没这么飙的 小孩子才做选择 求实力的人自然是要全部拿下 两个庄园 十个亿 爹地温武 爹地霸气 可那两座全都是份宅 十一 谢谢 大就没这么多钱了 放心 我妈有了 十二亿 妈咪不要啊 十二亿 乔瓦宁 你有这么多钱吗 十二亿啊 可不是在纸上画几个圆圈就行吗 我要求赌办方燕姿 好啊 我好害怕呀 你还知道怕呀 十二亿啊 到时候你没这么多钱 看谁保得了你 保不了又怎么样了 怎么着 难道你又抱上了哪个六十岁的瘸子呀 是你老岁是明明 不是你一生就像的 那你一门是没有那么多钱的 我批准燕姿 我就喜欢这么公平公正的绘织 这人的瘸子怎么能清一遍了 燕姿完毕 合格 什么 这个穷逼居然真的有十二亿 为时又放上了上金哪个大人物吧 谢谢 休息 的确有消息称 大人物刚刚册封的乔万年作为店主夫人 你竟然放上了店主 所以你说你甩的几传哥哥都是真的 二十一 二 就算是真的龙脉山庄也不值二十一 我说过 龙脉山庄我势在必得 谁也必跟我想 二十一 就算是真的龙脉山庄也不值二十一 更何况其中一座有可能是废长 二十一 沈小姐 真是爱采了你的几传哥哥 怎么 还想来送给他 当然 我爱几传哥哥不像你细心厌旧 好魄力 我乔万宁 自愧不 我要求燕姿 我怀疑 沈小姐卡里没有二十一 我卡里的确没有二十一 但是我的母亲 沈世财团掌门人 沈父仇有 沈世掌门人 沈父仇到 我沈世财团 全力支持女儿拍下我卖山庄 二十一亿一次 二十一亿两次 还有没有人要加加 二十一亿太贵了 完全不值 拼了我 野派 那是废宅 哪来的小女儿 乱 拍卖石继续拍 野派 拍卖石继续拍 跳 艾图 你怎么就不听师傅的话呢 你冲动了呀 你说是我师傅就是我师傅 一个小屁孩 怎么可能是我的师傅 一号和四号 马上就会被泥石流淹没 放屁 你说淹就淹 三 二 一 真的马上泥石流了 四号和四号全淹了 好险 你们的二十一亿没了 我们的赵赵真的是星宝大神 完了 你真的是我师傅 艾图 你怎么就不等我来了再拍呢 师傅 师傅 大舅 他刚刚肯定是故意玩来的 你说什么 寒舅时空 可是他刚刚明明可以安下的 我刚才真的拼了命了也没拦住过 哥 你真的相信这戴面具的小麻孩是新团大师 我看他彻头彻尾就是一小骗子 你敢不敢把面具摘下来 好啊 你不就是瞧见人家个小野众 果然 大婊子带着小骗子里捣乱 小野众 你居然敢冒充我师傅 不是还有二号和三号吗 你们也不要太绝望 我抗议 回答 好啊 刚才这个规则根本就不合理 怎么能把正确的答案抬出去啊 哼 这里是拍卖会 不是开心词典 去调两个错误选项 你就信了 你 你什么你 说自己是星盘大师 连陷阱都看不出来 你就是一个追牛大师 是 你故意射陷阱 我不服 刚才的拍卖结果 不算数 你说不算数就不算数 开卖会是你家开的 陷阱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我不服 好啊 不服咱们换一换 你来当会长 规则由你定 是会长 听着找你 一会儿跟他拍就行了 现在还剩下二号和三号 其中必有一处是龙脉山庄 景川哥哥 我知道你有超能力 但是规则一 是不可以同时拍下二号和三号 可以 规则二 亲友团的助力必须是直系七数 所以乔万宁小姐 不可以再动用几个小野种养父母家的钱 孩子们都是夜景川的 请问我是否能够调用门主家的钱 我们不需要 就你一个穷逼 拿什么跟我们审视才团到 拍卖师继续拍 拍卖会继续 二号是我的幸运数字 我选二号一亿 我跟 一点五亿 我也跟 两亿 二号位于春山正阳面 发生火灾的可能性极大 小片子又开始误导大家了 五亿 老妖婆就这点魄力 怎么跟我抢 我出十亿 你 你叫什么你 老妖婆 老妖婆 你个没教养的东西 就算你家里有钱 也不能跟我审视的财团比 二十亿 提醒你一句 你已经用掉了二十一亿 也到时候拿不出钱来 我审视的财力不可估量 好一个无法估量 三十亿 三十亿 有没有搞错 就只买一个庄园 看来沈氏和叶家都很上头 看我也比 三十五 三十五叶 等等 小婉妮没有这么多钱 我要求燕姿 刚才已经验过了 还有 不可能 离开了野男人 他就是个扫杂界的虫兵 按照新规则 不能动用店主的钱 我外公奏语 直系情绪 完全符合位子 奏语 奏语 怎么 三十五亿就下了你们沈家的威风了 不能再配了 再配咱们沈家就破产了 妈 女儿这辈子沈家紧穿哥哥 这婚房一定要拍下来 四十亿 我也要不动了 四十亿一次 四十亿两次 四十亿 等交 二号庄园归沈父仇女士所有 谢谢你 我太爱你了 我刚才是骗你们的 说什么 二号并不是我的幸运数字 那也能怎样 金盘大师说的没错 二号在正阳面容易发生火灾 二号真的发生火灾了 你审视的这四十亿起不就没了 不可能 我身不仇 大平大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就这么破产了 你真的是我师父 星盘大师 艾图 你到现在才知道啊 可是你 你们 你们都是无间道 其实我是个演员 我 我有一个惊天大秘密 我有一个惊天大秘密 等我死了 这世上再无人知晓 老妖婆快说 是什么大秘密 你以为 你爱的人 就是你爱的人吗 她 她是小 什么意思 不知所谓 通讯 妈 只剩下最后的三号庄园 毫无疑问就是龙脉的所在地 请大家放心出嫁 我出十五亿 拍下龙脉山庄 给弟弟弟喜做婚房 多谢 我自己的婚房 我自己来拍 三十五点一亿 你是瞄准了 我只有三十五亿 谈到你还有更多 三十六亿 瞧你啊 你这么费力跟我交接 会这是真的想要嫁给小玉吗 我嫁给谁 还需要向你报备的 好 我取定了 三十六点一亿 原来她这么费 是准备婚房娶我 那乔万宁啊乔万宁 你可不努力爱她 我劝上门主 还是省点力气 我拍下庄园 只是想和孩子们在一起 三十七亿 才三十七亿 这么快就拍不动了 三十七点一亿 叶锦川先生 我不得不提醒您 您的银行卡里 没有这么多点 叶锦川 你还好吗 谁说我儿子没钱 谁说我儿子没钱 我全力支持我儿子拍下婚房 娶 乔万宁小姐为妻 万宁 以前都是我误会了 既然这几个孩子都是景川的 要不 你再给她个机会吧 丽丽丽 那就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叶锦川 你就非得跟我结婚不可 拍婚房 咱们结婚 好啊 那我拍下婚房 你入坠 做一辈子追需 赎罪 入坠 没错 入坠 四十亿 这婚房 我拍定了 我要去叶锦川 过门 好啊 要不 咱们先试会 混账东西 堂堂少门主入坠别人家 晚出去还叫我们叶家怎么做人 四十一亿 取婉宁过门 干得漂亮 奶奶威武 四十二亿 我要去少门主 四十三亿 必须是景川娶你 四十四亿 我要去少门主 五十一 五十一 许婉宁过门 六十一 六十一 一个小孩子哪来的六十一 他有 六十一一次 六十一两次 六十一 成交 六十一 你们要干什么 慢点 三号庄园 是的 妈咪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你就是我的二宝 乔欣欣 对吧 是的 妈咪 我们终于团聚了 三号庄园 如果风也有双翅膀 两风送到你身旁 那个小女孩的资料查的怎么样了 她叫乔欣欣 影视歌三期明星 这是不是我跟婉宁的孩子 三二宝 真漂亮 不愧是对婉宁的孩子 嗨奶奶 我只想给我的爹爹和妈咪准备一套婚房 他们的感情真是太难了 原来是给我和婉宁拍婚房 是给您和少夫人准备的婚房没错 不过更确切的说是四个萌宝合力拍下的 四宝合力 我查过转上记录的 是吉星高照四宝合力拍下的 小鬼当家 小鬼当家 派你去乔家做佣人 找个机会 把乔婉宁那个贱人读成傻子 是小姐 夫人 该喝牛奶了 好 妈咪中毒了 跟我们一样八岁了 啊 婉宁 醒了 大哥哥 大哥哥 我要坐车车 带我坐车车好不好 坐车车 我们坐车车 好好好好好好好 坐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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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雨下得也太突然了 啊 啊 是大事都不得均差 啊 大哥哥 我害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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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还挺像 我只有八岁 你应该说啊 景川哥哥怎么那么帅 上至八十岁 下至八岁都被我迷到了 嗯 嗯 大哥哥 你是挺帅的 但是 我只把你当成哥哥 你说你失业了 谁都不记得 唯独抓着我和哥哥 我拼命吃我豆腐 瞧你啊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我什么时候吃你豆腐了 老实告诉我 人 是什么地方 别别别 我 我 我告诉你 妈咪 不要喝 有毒 你 我不都告诉你了 你怎么还这样 快穿上 既然我都知道 放我 我都知道 怎么了 你 这个场景 好熟悉啊 但对面的那个人 好像不是你 妈娘 你最痛苦的八年时光 我在遇完 以后 我会慢慢弥补我对你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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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好 我叫小玉 你 啊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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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